从一山的角度去看 最好就是土团党活下来 让巫统不能全身 巫统 土团党和伊斯兰党 因为喜来登政变夺得不成政权 那三个马来穆斯林政党 因为政治利益走在了一起 形成了巫土一的铁三角关系 那一山不能藏二虎 巫统跟土团的恩怨终究要来个了断 那一直左右逢源 主张三党和平共处的一党 如果最后真的要二选一的话 应该选谁才更符合党的利益呢 所以伊斯兰党的这个暧昧的角色 就是一脚打两船 它会一直延续到大选前 政治学者黄金发认为 以目前的局势来看 巫统跟土团在来接大选对着干 几乎是毫无悬念 而一党总是保持暧昧态度 徘徊在巫统跟土团之间 并不是做不了决定 相反的 这恰恰是充满政治盘算的态度 除非土团党在选前决定和平 就让巫统大吞小 那么伊斯兰党的做法就是 我姿态上支持同情土团党 但是到最后 你们两边打 手心是肉 手背也是肉 我可能就保持中立 他用这样的姿态 来确保说 巫统不会在他 伊斯兰党上阵的选区 也插一只脚 所以伊斯兰党在下届选举 他参选 能够安全上磊的选区会更多 超过今天的18席 不过环金发提醒 伊党跟巫统的恩怨情仇 遭遇根深蒂固 有道历史伤疤 一直烙印在伊党的胸口上 难以磨灭 因此威力联盟喊出的 穆斯林大团结 终究只是水中泡影 伊斯兰党和土团党 都是从巫统分家出来的 伊斯兰党在69年513事件之后 曾经跟巫统同居 兄弟和解 但是这个和解 从72年到77年 前后六年的时间 就再度分手 因为老大又占了老弟的便利 这是伊斯兰党胸口永远的痛 伊斯兰党害怕 如果这一次 让巫统一统马来民族主义的天下 那么他就会把刀 往伊斯兰党手上照顾 所以他们不会相信说 这是可以长求 如果他有选择 他会支持土团党 因为他不会想让巫统做大 然后变成自己的最大敌人 只要马来民族主义这个市场继续分裂 他就可以扩大伊斯兰党主义 或是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市场 从伊斯兰党的角度去看 最好就是土团党活下来 让巫统不能全身 一山要藏二虎已经很难 更何况如今的马来政治保守阵线 有三人心互相际遇跟盘算 他有一句黄金发所说的 大选才是揭开真相的时刻 乌土一最终的赢家是谁 只好再来接大选见真章了